记者许国真台中报道,潘姓男子穿住印有某大学英文缩写的T在网咖前间晃,警方巡逻行径发现其长相年龄已非就循年纪,且在手臂上看到明显疑似毒品注射针控痕迹决定盘查,果然在其背包内起初安毒及吸食器等物品,潘男随后得知遭拦查原因竟是起源于身上的T1, 满脸沮丧说,以为有英文字就是潮T,傻傻分不清楚破功台中市第二分局与财派出所警员肖杰龙,郭明辉,周瑜前晚执行青春专案,参考各项数据针对辖内青少年可能群聚吸毒处所加强巡逻,途中行经北区双十度赏识, 看见四十岁潘男身穿印有附近某大学英文缩写的运动衫在网咖门口徘徊游荡,由于该大学就在警所辖内,警方发现潘男已非就循年纪,且手臂上还有一似针控痕迹,怀疑他有失用毒品之余上前盘查, 潘男见警方靠近,表示是在等朋友准备一起进入网咖消费,却在盘查过程中神色慌张,眼神闪射不定,要求拿出证件受检,警方发现他有多项毒品前科直觉不单纯,经不断沟通突破新房后, 潘男见大事一曲才从背包内拿出安非他命八包,吸食器,玻璃球等物品交付,只是潘男起初一再怀疑是否遭出卖财被盯上,随后得知是身上穿的T导致藏毒漏现实,忍不住摇头苦笑说,以为衣服上印有英文字就是潮T, 没想到因为自己傻傻分不清楚竟因此破功,警方则在讯后将全案依毒品罪嫌送办,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